嗨,上两个视频我讲了定义从句的引导词,包括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,这个视频就专门来讲讲定义从句引导词的常见考点。 这个考点几乎是每年各省中考题的必考,你可要认真听啊! 这个考点就是定义从句that和which的区别。 首先,that和which有可以互换的地方。 上个视频讲了,that既可以指代人,也可以指代物,which只能指代物。 因此,当先行词是物的时候,既可以用that做引导词,也可以用which。 例如,I like the book, that和which you gave me,我喜欢你给我的那本书。 两种写法都是对的,因为先行词是the book,所以引导词既可以用that,也可以用which。 但是当主语是人时,就不能用which了。 比如,I don't know the man that you like,我不认识你喜欢的那个人。 先行词是the man,引导词是that,不用which。 因此,大多数的情况下,that和which可以互换,但是除了先行词是人和物的区别之外, 还有以下情况,只能用that,不能用which。 第一点,当先行词是all,much,noun,everything,anthing,nothing等不定代词时, 引导词只能用that,而不能用which。 举两个例子,比如,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don't understand? 有什么你不懂的地方吗? 先行词是anthing,紧跟在先行词后面的引导词,就只能用that。 再比如,Tom told his mother all that had happened。 Tom把发生的所有事情告诉了妈妈。 先行词是all,所以引导词用that。 第二点,当先行词前面有the only,唯一的,the last,最后的等休息时, 只能用that,不能用which。 比如,this is the only book that I can find,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的书。 先行词book前面有the only修饰,所以只能用that引导。 再比如,this is the last book that I can find,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后一本书。 先行词book前面有the last修饰,所以只能用that引导词。 第三点,当先行词前面有叙述词或形容词最高级修饰时, 只能用that,比如,this is the best book that I have read,这是我读过最好的书。 先行词book前面有the best修饰,所以只能用that引导词。 再比如,this is the first book that I have read,这是我读的第一本书。 先行词book前面有the first叙述词修饰,所以只能用that引导词。 发现了吗?只要先行词前面有那些通常必须和the搭配使用的单词, 比如the only,the last,the加叙述词,the加最高级等,一般都用that来做引导词, 而不能用which,这是最容易出题的考点,你可要特别当心啊。 第四,当先行词前面有all,any,no等修饰时,只能用that,比如, I want to read all the books that were written by鲁迅,我想读完鲁迅写的所有书。 先行词book前面有all修饰,所以只能用that引导词。 第五,当主句是以which开头的特殊疑问句时,引导词只能用that,比如, which is the hotel that you like best? 哪个是你最喜欢的旅店?主句是which is the hotel,是which开头的特殊疑问句, 因此只能用引导词that。 OK,这个视频就讲完了,一共讲了五个能使用that, 但不能用which做引导词的情况,满满的都是考点啊, 快去巩固练习吧,oh yeah!